比如说就以烤肉的网来说 很多民众都想说 我买了一般的 比如说一般的网 像这种的 像立文那种 用完即丢的 简单的 大家讲说 我今年中秋节我烤完后 我用完就丢 或者说用一些 电镀的镀星的网 这个稍微贵一点 贵一点 不过价格也不过 也可以用完一次就丢 很多人都这样 不过其实 我想这种电镀的 或镀金的 它价格很便宜 可是它有一些坏处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烤肉当中 有时候我们又有加酱 又加很多东西 有时候它会把一些 然后电镀的材质的话 比如说很多都含有一些 铅 或者隔 或者这些隔 都可能会融出来 我们都知道说铅 隔 像这种都会伤胜 对 这样我们都知道说 铅过量的话 其实它除了伤脑部 伤到我们肾脏的话 它还有影响一些 神经学方面的功能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烤肉当中 比如我们一边烤肉 可是一边加一些酱料 有一些酸性食物的话 对 这个铅就会从那个网架 这种把它融出来 所以我们吃了后 就很伤我们的肾脏 现在才知道 上下的铅不少 好 今天呢 是 中秋节到了 对 月圆人团圆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残坚 没错 曾几何时 什么变成要烤肉 以前我们都吃文旦 吃月饼而已 对啊 现在烤肉变成全民运动 而且一年烤肉的商机 竟然有新台币 五亿喔 这么多喔 还几天的时间 可是你不觉得 烤肉这个活动 也不知道是谁发起的 可是我觉得 真的很棒耶 是很棒啊 因为啊 你看我们走在 那个台北的街道上的时候 你常常都很少看到 就是那个 大家这么亲近 可是中秋节的时候呢 大家都 对啊 蹲在路边烤肉 你就会觉得 交换食材 拉近距离 对 就是可以拉近 人跟人之间 那种冷漠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中秋节 烤肉这个活动太好了 但是烤肉 如果你没有烤好的话 你的用具啦 你的食品啦 可能会形成一个 洗肾危机 好可怕喔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讨论 不是不能烤肉 但是呢 你用的东西要慎选 中秋节的全民烤肉运动 竟然会让你陷入 洗肾危机 喜欢烤肉的三位来宾 健康危险喔 而今天两位专家也要教你 聪明挑选烤肉气质 就能降低肾脏负担喔 我们请节点来告诉我们 烤肉第一步 要考虑的是哪一些材质 中秋节肯定是要烤肉的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 当你要特烤大烤的时候 首先呢我们要先放入 木炭 再来呢架上烤网 但是呢这看似一般的动作 大家可要小心了 挑出烤网 它木炭会让你陷入 洗肾的危机喔 所以之前就有新闻 有曾经报导过 就说如果你烤肉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对 你吸入的那个有毒的物质 相当于你抽了 真的假的 什么东西 真的 三个小时等于三十万根烟 三十万根烟 没错 那你知道它多大吗 对啊 如果一天你吸一包二十只嘛 就一万五千天 那算起来是 你烤三天 你烤三个小时 等于抽烟四十一年 可是啊 这个是针对 就是说你挑错了网 你用错了木炭 你选的东西不对的时候 它的有毒物质 可能就有这么严重 我会就是选 比如说炭啊 就是它大概会有几种价钱 那我可能就会挑那种 比较无烟的 所以妈妈是 对 要现在秀吗 对 可以啊 这是你们家的网子 这是椰子炭 对 你看 椰子炭 那你直接拿椰子来烤 就好了 什么叫椰子炭 干嘛开椰子炭 对啊 它就是写说它是椰子的 然后它就是烤出来会没有烟 对 我就想说这样比较环保 那你有试过 它确实是烤出来会没有烟吗 对 就是没有烟 比较没有味道 所以就感觉上 那感觉上 你应该只有抽十万只 怎么会少 这样有好一点 还是要跌倒是不是 就感觉上 我只要吃了二十年而已 对 那仁豪你有在烤肉吗 我很爱烤肉 也爱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台湾第一 我看过两种 人最爱烤肉 台湾人跟墨西哥人 因为在美国的墨西哥 是家家户户 后面都是有烤肉的 后揚台 所以我各种烤肉都用具 可是我不会想买这种 因为这种都太小 就这个算我的最基本款 这个是你平常在烤肉的器具 对 就是小小的 这算小的 我还有那种 我还去看 反正想买大的 好扎 你很可怕 对啊 这是没有洗 这是下次要换的 不是啊 那你这个网子 不用 下次不用啊 下次要有多扎 一定要有新的 我跟妳讲 这才刚刚烤完而已 对 这才前几天烤 这才前几天烤 瘡死你 谁要你要摸啊 我会不会逼你摸 你可以把它丢掉啊 用完 用完不是就丢了吗 没有 制作人会叫我带来啊 所以我今天特别带来 就代表我才烤完没准备 可是你还没有中秋节就在烤了 我几乎只要有空 中秋节就在烤了 我不会买它就会烤了 所以你网子用了 你就是一次性就丢 一次性就丢掉 我也是每一次每一年 你看是新的 所以我每一年用完都会就丢了 就丢掉了 我就连爐子我都不要了 连爐子都不要 连爐子都不要 你家 你家好海外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只要烤完之后 文艺姐他们家烤完之后 就去拿锅子 那立文你那个 你那个是拿来烤吐司的 没有 我好像没有那么讲究 反正就是谁家有 就是谁家带来 你这真的是 你这就是谁家有 就是谁家烤 他又不然就是随便 就是可能零食哪里有 卖就买一个 因为反正我就是烤一次 就要丢掉它 他第一闻这个烤肉 烤不多 就是百名不想交朋友的 是吗 哪有 小明星眨眼睛了 来不赢 但是我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木炭就是要用很快 像这个是那种 1.0 就是可以很快 就是怎样 没有 没事 没事 那仁豪都选什么木炭 我其实我从来不用 无烟跟1.0这种木炭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尤其是上了贵节目以后 我才知道 因为其实在最 我相信天然的东西 是永远最好的 碳它原本烧就是 虽然它排放出来 是二氧化碳是什么 可是我相信 它绝对没有这个 化学物质来得多 所以我都是选这种 最基本的 对 顶多顶多到贝藏碳 严师 如果这个烤肉架选错的话 听说会让整个肾拍了 整个都拍了 我也很喜欢烤肉 我想说 你也烤肉 你也烤 天哥放心了 安全 我们都可以跟他烤 对 严艺师直接告诉我们 你是烤哪个牌子 我们就直接烤 所以严艺师 你平常怎么挑选自己的烤肉用具 比如说就以烤肉的网来说 很多民众都想说 我买了一般的 比如说一般的网 像这种的 像立文那种 用完即丢的 简单的 大家讲说 我今年中秋节我烤完后 我用完就丢 不要便宜 或者说用一些电镀的 镀星的网 这个稍微贵一点 贵一点 不过价格也不贵 也可以用完一次就丢 很多人都这样 不过其实 我想这种电镀的或镀金的 它价格很便宜 可是它有一些坏处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烤肉当中 有时候我们又加酱 又加很多东西 有时候它会把一些 重金属融出来 那电镀的材质的话 比如说很多都含有一些铅 或者隔 或者这些隔 都可能会融出来 我们都知道说铅 隔 像这种都会伤肾 对 像我们都知道说 铅过量的话 其实它除了伤脑部 伤到我们肾脏的话 它还有影响一些神经学方面的功能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烤肉当中 比如我们一边烤肉 可是一边加一些酱料 有一些酸性食物的话 这个铅 就会从那个网架 这种把它融出来 所以我们吃了后 就很伤我们的肾脏 对 那可是盐医师 像有的时候我们烤肉 不是常用那个锡脖子 会包什么金针菇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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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用锡脖子这样包 会不会隔绝有稍微好一点 就是亮面朝食物那边 霧面朝外 大家想说 这样子的话 重金属 一些铃才不会融出来 可是还是有一些危机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锡脖子 比如说锡脖子来包那个食物 对 然后我们一边烤 一边再加酱油 在那边 再一边烤的话 所以这个铃 还是可能会融出来 锡脖子的铃会湿出来 会湿出来 那如果铝蓉出来吃下去 会有什么 对 就怕说 长久这样下来会有锂中毒 对 我们都知道锂中毒的话 会有影响到神经邪 就说 会有 痴呆也都会 对 甚至长期也会 骨头痠痛 腰痠 背痛那些都 最安全 就是以健康来说 最好网就用 不锈钢的网 哦 要304吗 对 我想说 不锈钢的网的话 目前有304 或跟430两种 现在如果大家到卖场去 很多那个都会标榜说 不锈钢的烤肉网 是 可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里面的内容 对 要确定说里面是304 或430 然后可是像这种 不锈钢我们常看到的 它价格比较便宜 可是它里面都说 它是镀芯而已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不锈钢 对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 所以选择不锈钢 还要小心 韦领那个看起来 很像是镀芯的 对 那镀芯就是 像我们冰箱 像我们那个洗衣机后面 冰箱后面 车子的底盘 都是镀芯的 镀芯钢板 那镀芯看起来 芯芯的时候 看起来有点像不锈钢 也是稍微亮亮的 但是没有不锈钢那么亮 那镀芯就刚刚一诗弹的 就说它会试出来那些 不应该的 有毒物啦 蛤啦 那这样的话吃下去就 那另外烤肉的话 有一点很重要 就有关于木炭的选择 对 木炭应该要怎么选呢 像市面上常用的 烤肉的炭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黑炭 就像我这种 也是大家最常用的 黑炭是不是就是 人好用的那一种 对 可是这种木炭的话 它有坏处 就是我们在烤肉当中 它会冒出大量的熔烟 黑烟 对 然后如果我们在烤肉 刚好它有黑烟 你正在烤肉 它会产生了代号性 如果你用的是这种木炭的话 最好是 有黑烟的时候 你不要靠近 食物不要靠近它 哦 那发热以后 你一直这样没办法烤 整个木炭都有烟耶 等它红的时候 等它红的时候 我们再烤 有烟的时候 就要避开它 不然它有致癌物质 先把木炭烧红 再烤 第二个就是 我们也是在 超市上常看到 就备长炭 对 它价格比较贵一点 一根就要一百块 对 它好处是不冒烟 可是它坏处是说 它 所以要花一些工夫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盆墙盆 对 但是重点是 它比一般的黑炭 稍微烟没有那么大 对 所以那个 我们那个 对人体健康伤害 就比较少 那椰子炭化是 目前价格最贵的 它 真的好贵 没有烟 而且 对 不要没有毒 可是也可以燃烧比较久 最理想烤的方式就是说 你等 不管用哪一种炭都可以 在通风地方 它红的时候 再烤 对 再烤 如果有黑烟 就避开它 有大火出来也避开它 那也要避免说 用水去把 把那个大火 把它焦熄再烤 这就 永远会有 其他物质的产生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烤肉架怎么挑 木炭怎么挑 那烤肉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是的 当然 好不容易生好火了 就是为了这盘 香烹烹的肉 但是大家要小心 这可能会造成你 陷入体肾的危机 我真的会去大卖场 但是就真的很方便 它都帮你腌好了 你知道 连那个叉都帮你叉好了 对 一串一串的 真的 我想说 顺便买这个 不就一起把它带回家了吗 饮料什么 对不对 然后那些什么 没洗碗筷就全部一次买啊 对 真的喔 这世界怎么变啦 女人家怎么变成这样子啊 好 你最好说 我不是 那你怎样 比方说今天是中秋节 晚上要烤肉 我早上会去传统市场 对 我真的不相信 你不要在电视机前面 你相信我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 我们可以选食材 它们是温体株 它一片一片切下以后 你当天买的 你比如说我早上买了 我也不用急得烟 我先放冷藏 对 然后我等到烤之前 所以立文你也是都是去大卖场 这比较方便吧 就像刚刚讲 就已经有一区了 然后烤肉酱 烤肉酱 然后别洗碗筷 而且它有的时候会做一个拼盘 就是 要抓多少 对 什么都有就很方便了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大家会变成这样的生活模式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 因为现代人的生活 真的很忙 真的没有时间 我只想抓一点点时间 就是有一点情趣 对 不要为了烤肉要像很好一样 就早上已经盲餐了 真的 不过还是为了健康比较重要 前夏吴博士 烤肉 烤肉就最主要主角还是肉 对 那选错了一个肉的话 那对身体有很大的危机 真的 有很大危机 像如果说我们喜欢去超商 买那种已经腌好的 你根本看不出来 那个肉本来是长什么样子 是 而且要特别注意 我们非常容易买到 对 肉片不是一片一片的吗 没有 没有 它看样子是一片一片 事实上它是用拼妆 它用黏酌剂 像磷酸盐 黏酌剂 对 大豆蛋白 它就把原来这样子碎碎肉 然后把它黏在一起 拼妆 然后把它压 然后再切 所以切起来是这样一片一片 你看起来是一片一片 我们以前只有听过牛排有重煮 对 因为牛排比较贵 单价比较高 现在连肉也有重煮 那重煮的肉对健康会有影响吗 其实有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一大块牛排 我们本来还可以什么几分熟 对 还有什么 里面 其实它是完整的对不对 然后只要外面你把它烤完 然后杀菌 里面其实牛肉的话就还好 可是猪肉一定要烤熟 那它回到那个重煮拼妆肉 它整个在过程中 你怎么知道那个操作人员 它手上是不是有什么细菌 是不是有长笼 对 然后就把它一起 黏进去 所以 而且最主要是不是那黏着剂 对人体很伤 对 其实磷酸盐的话吃太多 对我们的骨髓 那吃了会怎样 腎脏也不好 像美国啊 他们是买虫肚肉 然后也是烤肉 然后肉没有烤熟 就很多人其实它是 中毒 对 甚至有人死掉这样子 对 因为有发烧 呕吐 那有的比较 毒素的话比较强的话 真的会引起人体的一个很 很不好的伤害 可是我们不会分辨 什么是虫肚肉 对 那我们不会分辨 请吴博士来教我们 如果来分辨 什么是虫肚肉 好 那我们现场有两块肉 我们请吴博士来教我们 如何分辨哪一块是虫肚肉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试验的时候 请博士告诉我们 怎么来试验 才能够证明哪一块真的是虫肚肉 好 那三位要不要猜猜看 好 哪一块是虫肚肉 这个 这个 因为好像有比较多块 你感觉他这样多一个心理的体会 然后他比较完完 完整 我感觉 好 仁豪呢 既然立文都选那个的话 我一定选他反方向 为什么 因为只要他选完以后 选他反方向 那个永远是对的 才怪 所以要逆上操作就对 从刚刚的网子 他呢 我们来问一下贤妻良母 我讲真的 如果没有硬讲说 这个是有组装的 对 我会认为他都是肉 都是肉 对 本来都是肉 但是硬要讲的话 我会选是这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肥肉应该很难拼装 我觉得这是重点 你没有去比较 你会发现他都是肉片 对 你就买了 对 可是你真的比较你会发现 其实答案是 右边这个是正常肉 是 左边我的左手 边这个是组装 所以你看 是不是 准不准 真的 下次我们要猜什么 就要听 对 因为我以为没有在买菜 应该下注 对 你们就赢了 你看 其实正常的肉 它有那个很漂亮的纹理 是 而且你看它有筋 有筋肉的线条 对 有筋肉的线条 而且你看它这个 刚刚 维林 对 维林有讲说 其实这个是很难拼装 你看组装肉 你会发现 它切得刀工非常的细 对 而且你仔细看 如果说你可以放到太阳下面 或者是灯光下 你看它小小一块一块的 对 它是一块一块的 肉不平均 肉不平均 是 而且它没有筋 对 你看这一块是不是筋 很自然 筋比较多 很自然 而且色泽也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如何来测试说 可是 可是 如果是真的从属于就是假的 对 你用肉眼真的没办法 去分辨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了 就是 鳳梨原汁 要新鲜 对 新鲜鳳梨原汁 因为鳳梨里面有酵素 对 对 它可以让它 对 出圆形 现形 对 所以我们就 有原汁 你就把它放进来 新鲜的鳳梨原汁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泡下去 是 我们放在这边 两个小时之后 对 两个小时 你就去超市买 你不晓得它到底是不是 组装肉 你就买来 放了新鲜的鳳梨 是 好 两个小时以后 其实我们刚已经有 泡了两个小时了 对 刚刚我的右手边 是 这块是不是正常的肉 正常肉 对 那我放了两个小时 在鳳梨原汁里面 好 变成怎样 正常肉还是一片 是一片 看起来好好吃 但是油花有刨起来 对 好 那组装肉呢 好 原来是这样子 好像肉没这么油 对 还可以去油 怕胖油 怕胖油是不是可以先这样 泡完再烤 可以 可以 而且它真的肉泡了鳳梨 它会很嫩 对 对 就有点像加嫩姜一样 对 就不用加嫩姜 就直接用鳳梨汁 这个烤肉好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虫组肉 虫组肉 一样我们是肉片 一样放进去 泡完了 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粉身碎度 找不到肉了 有肉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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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夸张 那它里头的化掉成分 到底是什么 整个都没了 就是它的一些黏着剂 而且就是它的 因为它本身的肉 都是靠一些黏着剂 把它黏起来 等一下 博士 刚刚我们看到 是拿着这么一大片的肉 是 没有错 然后结果你现在 刚刚夹出来那个肉 末才一点点 对 真的就是这样 就这样肉穴而已 它就变成那个 都融化掉了 它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真的 你们这些厂商 有没有良心啊 好 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们消费者 就只好靠自己了 所以吴博士的方法 其实也蛮简单提供给大家 自己可以在家 先稍微检测一下 利用新鲜鳳梨汁 做个简单测试 就可以避免吃进虫煮肉 伤害家人健康 贤惠的太太们 一定要学起来 已经知道是虫煮肉的话 就干脆丢掉了 丢掉了 就认了 对 后来就是妈妈辛苦点 前两天我们先买 一点点回来测试 对 然后要烤肉那天 现在去买大量的这样子 我刚刚有的时候 季梅说妈妈表情 就妈妈吃了 妈妈吃了 妈妈辛苦点 妈妈把它吃完 也太苦了吧 不过你要像很好一样 到传统市场去 那个直接那问题的 那现切的应该没问题 不过你不要以为 这样就没问题 我们请这个圆医师告诉我们 如果一般非虫煮的肉的话 如果在烤肉的过程里面 不当的话 还是会对人的身体 有很大的伤害 就算我们到传统市场 对 你买的是非 就一般的肉 猪肉 正常的肉 还是会有一些 对肾脏可能的伤害 为什么 伤害在哪里呢 因为 我们不管你用的是牛肉 猪肉 它都属于高蛋白的 高胖醇的 那我们在烤肉当中 你就算这样慢慢烤 它还是会产生一些 不好的物质 比如我们最担心的是 有一种叫 先进糖化中产物 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有个缩写 叫AGE AGE 对 那在国外 还有国内很多医学文献 都报导说 如果 我们暴露到大量的AGE的话 其实这种东西 会伤害到肾脏的 它会引发一些发炎反应 甚至有肾脏纤维化 然后慢慢的 如果我们暴露越多 有可能你的肾脏 就慢慢功能 就一点一点都坏掉 那请问一下吴博士 现在虫煮肉也不能吃 非虫煮肉也不能吃 那到底要怎么烤 才能够安安心心的 让我们今年的中秋节的烤肉 到底要吃什么 真的耶 好苦恼 烤肉有个最高指导原则 一定不能烤焦 然后你都问我说 那有的肉很难烤 我们可以把一些 比较不好 把它煮熟的 我们先把它蒸熟 蒸熟再烤 蒸熟再烤 可以缩短的烹调时间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烤肉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加工肉品 像香肠 腊肉 然后那些 大家很喜欢烤香肠 对啊 香肠 烤香肠 烤香肠又有什么问题 你家里有小孩子的一定会烤 对啊 我有 而且像他要配大蒜 我有密集 你要烤香肠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蒸好 蒸熟 然后再来烤 你这样就可以 减少烤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 你要配什么你知道吗 你要配无糖绿茶 然后大蒜 对 大蒜 配上大蒜超好吃的 好吃 那是解毒秘方 真的 对 对 因为那个大蒜 它为什么会红红的 它有就是硝酸盐 它是用保色抑菌的 可是它在烤的过程中 它会变成亚硝酸 而且就是说 它如果吃到我们肚子里面 跟一些有胺类很高的食物 比如说我这时候烤个鱿鱼 然后或者烤个 比如说秋刀鱼之类的 一起吃下去 它会变成亚硝胺 是一个很强的致癌剂 对 那这个治癌剂的时候 所以两个不能一起吃 对 最好不要一起吃 那如果你真的 那么爱吃香肠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说 那个大蒜 它是解 它是一种解药 因为它会抑制 刚刚的亚硝胺的产生 所以我们吃大蒜 就是香肠制的配大蒜 然后再无糖绿茶 它有这样相同的功能 它也就是说我们要配 就是像维他命C的水果 其实我也很喜欢 在烤肉串里面 加什么奇异果 大家试试看 烤肉串里面 不是都加葱白吗 也可以 葫芦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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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也蛮高的 你在烤肉的时候 你尽量要选低脂的 因为如果太油的话 油会滴下来 然后我们尽量 为自己的身材着想 或者是我要多一点 维他命C的东西配进去 我要选择生菜 生菜包肉 肉外面很好吃 增加我的纤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 自己做烤肉酱 自己做 因为外面的真的太咸 我们就自己做 好 那请吴博士来教我们 如何来做自己做的 新鲜的烤肉酱 吴博士要教我们 做新鲜的烤肉酱 那要先准备哪一些食材 有啊 刚刚我讲 秘密武器一定要 大蒜 一定要生的 生的 还有我刚刚讲说 维生是不是C超高的东西 一定要 所以我们有柳橙 柳橙 对 那平常太新鲜的柳橙 新鲜的 现炸的 是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的酱油膏 只要一点点就好 OK 倒油膏 大概10cc 因为如果说你直接用这个 蘸那个肉实在太咸了 对 大概10cc 然后我们大概新鲜柳橙 现炸大概两颗 对 对 下去 通通下去哦 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就搅晕 而且比例可能可以看个人的口味 去做调整 对 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太咸 是真的 对 现在人吃东西其实都蛮讲究的 对 然后你把它弄散以后 我们就是夹大蒜 大蒜就下去了 大蒜可以多一点 对 大蒜多一点好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真的 这大蒜可以 你有没有那种蒜泥白肉味道已经出来了 有 对 对 那这酱可以拿来弄蒜泥白肉吗 可以啊 真的可以 所以这个酱不是让你一边刷 然后一边烤 那怎么用 我们考虎 然后沾的吃 其实就会很香 好吃耶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烫好的肉片啊 可以请来宾们大家尝一尝 好啊 沾的肉酱汁 好吃耶 好吃哦 不会太咸 而且很清爽 很清爽 真的而且有点 变相油膏好特别哦 对 吃起来味道像什么 很清爽 好特别的口感哦 我觉得一开始下去的时候 就有点像我们外面吃那个橙汁排骨 那个瘦的 可是不是浓稠的 是水水的 对 然后大蒜的味道一咬下去 如果你咬到蒜末的话 那个味道整个是散出来 没错 其实有点吃不出柳橙的味道 吃不出来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吃下去有中式的口感 然后到后段有和风的口感 和风和风 有点和风的味道耶 很清爽 日式的 我觉得蛮适合姓太元的那种 养生之道 对 其实这一个 如果你平常的话 蒜泥白肉真的可以这样 直接淋在上面 对 就不一定要中秋节烤肉的时候才吃 而且我这味道超适合 那个刚烤出来的牛肉 好吃 然后再加个生菜 对 太好了 所以其实不只是中秋烤肉 有所谓的肾脏危机 平常我们吃了很多的塑化剂 很多的黑心酱油 很多的毒淀粉 很多的过期的泡芙 还有那个不应该做的布丁等等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 对 听说我们国内的 末期的肾脏盛行率 在全世界排名第三 对 所以 这么严重 对 所以洗腎的人口 是每年都在增加 真的 原生你是肾脏科的 洗腎人口 现在台湾有多少 满多的 是 我们国人目前 2300万人口当中 就有7万个病人在洗腎 那么多 所以那个发生力 跟肾行力都蛮高的 是 就以我们这个表来看的话 其实你看 台湾洗腎人口 每一年都在增加当中 到目前已经有7千 7万3千多位 所以这量是蛮可怕的 像健保局 它每一季都给我们资料 他还告诉我们说 这7万多人在洗腎 因为这些人 洗腎的话 他一次要洗四个小时 一个礼拜要洗三次 所以这样下来的话 花掉健保很大的费用 所以目前健保局的数字统计 每年单单尿毒症病人 要洗腎 所以花这个健保费 就三四百亿 所以那量非常大 其实不只是台湾 看美国人听说 他们的生活习惯 也不是很好 像得来数 因为很方便 对 得来数一年死的人 竟然比一些被抢劫 杀死的人还多 真的 像 真的 美国的洗腎中心 就像星巴克一样 一间一间的开 甚至越开越多 台湾也一样 一年就增加一万人 所以我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很多的生活习惯 是不对的 是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 节点告诉我们 饮食有问题 肾脏大危机 大家可要当心了 相继琴姐跟憲哥 每天早上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小心 你的生命也被喝掉了 不要以为这样 我们就会不喝喔 照喝 所以我以为你的平常 你有习惯喝咖啡 我一定要每一天 以咖啡开启我一天的肥好的 一定的 而且我觉得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有上映 对 你知道吗 就是做任何事情 我都没有做的话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唯独如果我今天 没有喝到咖啡的这件事 我下午也会想说 我今天没有喝到咖啡 我就是一定要喝 对 甚至到了晚上想说 我今天早上跟下午 都没有喝到 就是那一天一定要喝到 那到晚上你还会补吗 我一定要把它补到 晚上还要补 就觉得我这一天有喝到 然后我才会觉得说 OK了 我都是下午过了之后 没喝到就过了 我没有办法 那你一天要喝几杯 一到二 一到二 大杯的 多到500cc的吧 对 而且我因为就是 我自己去外面买 我觉得太麻烦了 我这样开启我一天早 我希望我张开已经 马上 就 对 所以直接自己买那种胶囊机 有没有 我也是 我为了这个想要马上开启一天 我也是去买那个咖啡机 而且那个很方便 下午的时候也可以在 你知道吗 最近那个胶囊机很夯 很方便 所以立文也是爱喝咖啡的 我也是 我就是曾经有过 就是那天就是太匆忙 然后就出门 然后出门之后就一直觉得 对 那天就觉得 好想喝咖啡 好想喝咖啡 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不行 对啊 憲哥也是啊 我太太就跟那个立文跟维玲一样 她如果那天没有喝的话 她觉得好像哪一根筋 不对 就一定要喝 晚上两点还是要喝 你为什么要不承认 你也是啊 没有 我是可以喝可以不喝 但是 我每天是喝比他们多 就是你喝两杯对不对 我有时候喝三四杯 三十杯 你都喝太多了 但先生你这样还好意思说 你是可以不喝 对啊 我才不喝 你说男生是不是都喜欢嘴巴 对 所以仁浩你有爱喝吗 我跟憲哥一样 我跟憲哥一样 你也是都不喝 但是都喝五六杯喔 我曾经最高纪录 一天喝六杯 太多了 可是 我后来是看了医学报道说 一天人好像一天的量 好像就是 以中杯来讲 一般市面上市售那种 一般的普通杯的拿铁的话 好像一天一个人只能喝到两杯 对 我后来就收回来 而且我自己会准备那个杯子 因为你去买又省一块 还可以省五块 对 又可以省五块钱 其实讲到喝咖啡这个习惯呢 其实现在是太普遍 太普遍了 今天我们五个人都不用笑 起来笑 对啊 对啦 其实每一个人都差不多 那我赶快问一下严医师 有没有在喝咖啡啊 对 严医师会喝咖啡 我在喝咖啡 安全 安全 那两位严医师要怎么喝 一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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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后面试还是拿铁 那你后面试还是拿铁 很贵 有心 有好气喔 刚刚任好友说过 他有一阵子 他一天喝到六杯以上 太多了吧 我想这个是太高了 以健康观点来说 对 因为我们说我们咖啡里面最重要 它有咖啡 咖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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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个对健康来说 对心脏血管疾病 是个不好的物质 那根据最近美国 它刊登在 一个很有名的杂志 它研究报告就指出说 55岁以下男性 如果你一天喝的咖啡量 大于四杯以上 四杯 比起没有喝咖啡人 心脏血管死亡率会大于 五倍以上 所以这代表说 其实这个流行性学方面研究 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咖啡喝一两杯OK 可是原因是 你的一两杯是每次还是拿铁 对 喝咖啡的人也有差 量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 没错 不过他指说 那个研究是用230克的 一个标准咖啡 那很少耶 原本那是个很少 所以那是 那我要想要问清楚说 咖啡会让我们伤肾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咖啡因吗 它咖啡因 它因为它会让血压上升 心跳变快 心悸或者手会发抖 对 所以增加那种 经上血管疾病之后 比如血压上升 然后咖啡量变多 它都会影响我们肾脏的功能 所以是慢慢影响的 对 它会说 它会说像有些毒药 马上就影响到肾脏 可是你今年累夜 不知不觉喝很多杯咖啡 是 它就影响我们的肾功 所以我们每天不是不能喝 是不要过量对不对 对 那如果3杯以下的话 应该可以把那个咖啡 硬排掉就对 对 就是說 所以说要偶尔喝一两杯 先刚刚的意思是明明说 一两杯 他说四两杯 没有 他说营救出来 四杯是有问题的 对 我就想要少量一杯 自己偷偷加一杯 偷偷加一杯 四两杯 因为这个签是要研究的统计方面 大家都会抓一个数字 比如四杯以上 就算是大量的喝咖啡 是 比如一两杯 算是少量的喝咖啡 要研究统计的问题 OK 统计去处理这个模式 咖啡不是不能喝啦 就是说我们刚刚医师也在喝 那医师能够喝 我们就能够 一天一天 两杯 不要超过两杯 那除了咖啡以外 今天能再告诉我们 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饮食 裡面有哪些坏习惯 现在不只咖啡会伤身 就连我们每天要吃的蔬菜 像是香菇 豆芽 以及紫菜 也会越吃越伤身 不可能 香菇的营养 可是减性的东西是很好的吗 香菇的营养价值很高 而且小时候 不是也好吗 胖癌不是吗 而且它有植物皇后之称 对 小时候妈妈就讲说 小时候我超不喜欢吃紫菜的 豆芽 我为什么后来爱吃紫菜 是因为我妈说是对甲状腺比较好 对 小孩的紫菜 所以你喜欢吃紫菜 我后来就习惯一个礼拜 我一定要有一个紫菜汤 或者是豆芽菜之类的 而且像那个小朋友啊 其实香菇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 很爱吃啊 很爱吃啊 你是在说你是小朋友 对 我说的是我们家那种小朋友 有 我们儿子都非常爱吃金针菇啊 杏鲍菇 杏鲍菇 什么菇都爱吃 只要是香菇都爱吃 不是有那个蒙古烤肉 可以自己夹 一大盘那个 豆芽菜有多好吃 你是要有豆芽菜 而且以前真的讲说 豆芽菜是很营养的菜 很营养啊 而且才有甜 基本每年都有 对啊 有些便当都会有啊 便当的 便当的 尤其台风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豆芽菜 因为豆芽菜它的价格 不会长太多 对 请问这个博士 为什么香菇 还有这个紫菜 豆芽菜 这三种一般日常生活 我们每天都会碰到的 而且像季妹妹 她小孩子也喜欢 很喜欢吃香菇 而且最担心的是这个 这个会对肾 会出现危机啊 我觉得大家有量的概念 不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吃 是不能一次吃太多 或是每天都固定的 就是一直在吃这些东西 最主要是这些东西 它里面有 普林 普林是属于比较高的 那普林到我们身体 代谢以后会变得尿酸 那尿酸 其实就是伤腎的东西 对 所以这些东西 适量吃可以 不能大量每天吃 然后再讲到那个豆芽菜 其实豆芽菜你们爱吃 没有 不要担心 因为豆芽菜是低普林的 它是低普林 黄豆芽 才是高普林的 我就是吃黄豆芽 豆芽是扣扣 比较大扣的那种 黄豆芽炒臭豆腐 加一个黄豆的吧 黄豆芽加在麻辣菇里面 也很好吃 对 炒臭豆腐也很好吃 凉拌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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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凉拌也好吃 所以这紫菜跟海带 都是高普林 都是 可是吴博士 那你说可以吃 但是不要过量 什么叫过量呢 其实如果说你每天都喜欢吃个两碗 或一碗这种 都是固定这种蔬菜 对 那而且是每天 这种就是过量 那如果我礼拜一是香菇 礼拜二是豆芽菜 礼拜三紫菜 这样算过量吗 那就是如果说你量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下 譬如说半碗 我觉得都会OK的 没有 金美美一定会过 因为她讲的 其实每天都是麻辣火锅的意思 是喔 只是今天换紫菜 明天换香菇 后天换豆芽菜 后天换豆芽菜 没有 这个食材其实要营养均衡 你要常常换吃 要常常换 你不要固定一直在吃这三样东西 OK 对 像我有痛风的话 像香菇我就比较不敢吃 不行 因为它比较高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想说 那普林膏就会引起痛风 就是尿酸会引起痛风 其实尿酸这东西 除了对痛风影响 对肾脏也是有伤害 所以要小心一点 我好还以为是痛风的关系 原来对肾脏影响这么大 那请问一下杨医师 因为国内的肾脏病 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一般人来讲 生活 身体上 有没有一些征兆 让我们提前知道 你可能是一个 肾脏病的一个前兆 因为这样的征兆 我想因为肾脏病 它症状都是没有特异性 不过我们在肾脏科门诊的时候 我们都常注意到说 有个口诀 叫 就是说有这五个字的 某一个某一 要小心说 是不是你的肾脏出了问题 第一个来说 泡 泡 如果说我们观众朋友看到说 你在尿尿的时候 小便浊浊的混浊 有泡 然后有泡泡尿感觉 就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蛋白尿 然后肾脏如果刚开始坏掉的时候 它刚开始就以蛋白尿来表现 所以有泡泡尿的话要特别小心 那第二个水呢 第二个水的话就代表水肿 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注意到说 蛤 会常常水肿耶 是啊 完蛋了 它肿到什么程度 像我门诊很多女生都说它水肿 对啊 可不是真正的水肿 女生比较容易水肿 对 如果真正的水肿是说 你不管白天或晚上 你去压你的小腿 是 比较硬的地方 你压进去 它会凹一块 可不会 不会弹回来的 对 对 如果会弹回来 就不算水肿 所以如果你的小腿那边压下去 会弹完是不是胖 不是水肿 不是太直接了 没了 好 那第三个高 第三个就高 就是高血压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觉得说 本来我都没有高血压 对 家里人也都没有高血压 突然之间我哪一天到诊所 到医院两个血压 哇 变180 就要注意到说 是不是我的肾脏出了问题 这第三个 是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 平 就是无缘无故 平血 对 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觉得说 奇怪我都 夜经也都很 比如女性朋友 夜经也都很正常 对 其他都很好 无缘无故 你做个健康检查 看到说有贫血 就要怀疑肾脏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红血球的制造化 主要是靠一个荷尔蒙叫EPO EPO这种红血球生成素 它在肾脏制造 然后再刺激骨髓来制造更多红血球 我们才不会贫血 那如果我们的肾脏坏 那如果我们的肾脏坏掉 有可能红血球生成素 EPU制造就不够 所以将来就比较容易贫血 所以有贫血就代表说 很有可能肾脏出了问题 是 那第五个卷 因为肾脏功能不好的话 有时候很多我们的病人 第一个表现就觉得前身都 就是前身都没有力气 感觉上做一点工作 就觉得同事都不会累 可是他觉得会比较累 所以这个尿毒症症状 早期有时候也是用这种疲倦 就是说无缘无故的疲倦 工作没有多久 比如工作半小时 就觉得凭借 有关系 那今天吴博士也特别 带了一道料理来 是要教大家 怎么样可以顾自己的肾 而且是连慢性肾脏病人 也可以吃的一道料理 不要麻烦吴博士 吴博士 你今天要教我们的 五色胜利沙拉 要准备哪一些食材 黑木耳 黑木耳 这黑色的 营养的 营养的 然后绿色的是花椰菜 是白棒 然后白色的是洋葱 是 红色的是什么 生理番茄 然后红色的是柳橙汁 是 那我挑的这五种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 就是它是 这三个东西都是会 对肾脏不好的 滴甲 滴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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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都把它们汆烫熟 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放到水里 我一边 我一边来做 我们一边讲 好 其实肾脏病的人 它滴甲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说 你在做这些食材的时候 有一个特色 跟我一般的烹调不太一样 就是说你要把它先洗完 对 然后切细 切细 切细 然后泡水 泡水 对 泡水 然后再去汆烫 对 你的意思是说 切细的话 就是要切到这样小小的一朵 对 最好是这样子 对 而且就是说 一直泡水 一直换水 然后再汆烫的一个动作 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这样子 然后可以把钾离子把它带走 如果里面有钾离子 要让水带走 对 那因为钾离子的话 肾脏病的人 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排除 对 那洋葱应该不用汆烫吧 洋葱不用汆烫 可是也是尽量切细 然后泡水 泡水 泡水也是要一直换吗 对 也是一直换水 对 然后 因为这个像番茄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是 那因为番茄的话 因为还有茄红素 它是抗氧化 因为刚刚的花椰菜 还有洋葱 番茄 都是很好抗氧化的食材 那番茄的话 是切完再泡水吗 就是洗完 然后切完泡水 我们就是同样的原理 就是说 把钾离子尽量泡水的动作 把它处理掉 这样子 黑木耳也是一样 所以这跟一般我们的 烹调的方式 就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 我们一般的话 要保留我们的营养素的话 就是说不要一直泡水 可是给肾脏病的人的话 就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就是要泡水 把钾离子尽量拿掉 那你看 这些都是很漂亮 对 好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淋上 对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这些都是天然的 完全没有加工 对 没有加工的 没有完全没有加工的 没错 好 柳橙也是 也是天然现炸的 对 然后我们再用 梁中加柳橙应该就蛮好吃的 非常好吃 等一下大家吃吃看 就知道 非常的爽口 这是蜂蜜吗 蜂蜜 对 蜂蜜 好 因为刚刚那个 蜂蜜 这么海派 这样不会太甜吗 真的 这很多 这料很多 对 大概我加上去 有差不多一匙的蜂蜜 这样吃也不会胖 不会啊 季妹妹 你最考虑的问题 也不会发生 也不会怕 对 你看多漂亮 对 而且又好吃 又方便 又营养 对 好啊 那现在大家都可以来吃吃看 来 这唯一做沙 跟一般的我们做沙拉不一样 就是它有泡沙 很清爽 对 非常清爽 而且那个柳橙汁的味道 盖过去 会把那个花椰菜一些 那种小孩子不喜欢的味道盖过去 对 今天觉得柳橙汁怎么这么好用啊 真的 哪里都可以用 而且感觉那个洋葱如果生吃 应该会很辣 不会 是因为配上那个混合柳橙汁就不会了 因为洋葱你就是切细以后 你就是泡水一直换 然后那个 洋葱配柳橙很好吃 对 很好吃 而且还有蜂蜜淡淡的那个香味 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一点盐 其实因为如果说你是肾脏病 就不要了 那如果说你是一般的人 没有肾脏病的人的话是OK的 就可以自己调味 就可以自己调味 对 好 那我们谢谢博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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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这道料理啊 我个人是觉得不光是给这个 游泳肾脏病的病人吃 对 因为其实现代人的饮食习惯 有时候常常在外食 所以可能盐分的摄取啊 都属于过量 尤其是怕胖的人 对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比较清爽 让身体没有负担的料 对 夏天的中午太好了 没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秋节 大家知道要如何可以健康的烤肉了 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 憲哥有话跟你说 好 那防治肾脏病呢 是有逆绝的 首先要 要谨慎品食 少盐 少油 少糖 少一些加工品 而且不熬夜 我都熬夜了 不是 不要堆尿 不吃偏方 不要乱吃药 自己要监控好 而且要定期的健康檢查 你想要年轻 想要健康 请爱护你的身材 没错 最后要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中秋节快乐 谢谢大家 食安问题多 要特选无毒又好吃的材料 有这么难吗 有机商店卖的不见得 全部都是有机 对 要达到有机的标准 其实真的很难 非常难 可是如果写无毒呢 如果不但写无毒 有些是安全蔬菜 什么叫安全蔬菜就是 市面上有一个新的一个品种 就是叫水果芋 但是品质就是参差很不齐 所以其实在购买回来的时候 清洗还是很重要 你知道有时候这种豆皮 如果你买回家没有保存好 很容易胸胸 就是黏黏的 通常黏黏的 我就不敢吃了 都会发欢 很容易坏 对 对 这人呢 是 待会有一句话说吃饭放大大 对 其实有时候 在食材的挑选上 反而是一门大学问 对 很多人到菜市场去以后 发现 要怎么逛 这颗头两颗大 如果挑对了吃对了 也是增加营养 不然你挑错了吃错了 可能会满身都是毒 真的 挑菜确实是一个大学问 它有很多的诀窍在当中 但是其实我们挑选每一种食材 它都有一个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致命关键 对 也叫 太难了 听不懂 好 这个关键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就要来考考我们的来宾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大家要当起柯南 好 那我们到底有哪些要注意的关键 赶快来问问杰琳 好的 当天呢 吃火锅少不了就是甜玉米 但是呢 不久之前呢 我们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先生呢 就说了 好吃的玉米长得漂漂亮亮呢 其实是用了很多的农药 此话一出呢 这个甜玉米的跌幅的程度 立刻高达了四成 那呢 我们的农夫呢 就这样开始喊苦了 但是呢 姑且不说 这个甜玉米到底呢 农药重不重 到底你会不会会挑 才是一个重点 马上来看一下 来 请呢 我们现场的三位来宾来看一下 是的 这两个我们的玉米的梗 一个是比较粗 一个是比较细 到底你会怎么挑 这个甜玉米呢 我的妈妈平常是 这怎么挑 而且整根玉米 你一直说哪一个比较粗 哪一个比较细是不是 是从粗跟细挑吗 所以就要讨你们了 好难喔 而且平常说实在 我们真的给我们的来宾 一整根玉米 可能他们都挑不出来 对 现在还只有局部 浩特我看你胸有成绝 浩特应该没问题 不瞒各位说 这个因为我们岳父 在高雄美农老家 后面有一个菜园 里面有种水果 有种蔬菜 就是对 而且全部都是无毒的 有机的 好棒喔 所以我们有种玉米 所以我们有种玉米 对 好 但是答错你就 真的 就表示 好 那我们三位来宾呢 来 请举牌 来 来精彩 有心情 真的 好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雅兰好 因为雅兰常常要买菜嘛 然后玉米又偏偏 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对 但偏偏玉米又是我最不会挑的 真的喔 那你平常挑玉米怎么挑 我通常都是看她写 我买了 那你老板写什么 你就买什么就對了 可是很难耶 你说玉米要怎么挑 你不会手摸摸它吗 所以你要看到 五毒你去买 所以它自助餐店门口也挂五毒 你就进去吃自助餐这样 没有 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个 就是抓它的症结点就是 卖 丑的 就代表它应该是没有农药 对不对 因为丑的会被虫咬嘛 然后长得也不够好嘛 因为没有农药 它就不会长得太胖太漂亮 可是现在的玉米很少丑的 现在玉米都长得好漂亮 而且排列整齐 比我们牙齿还整齐 没有 可是我有买过丑的耶 而且我也买过不甜的 真的 对啊 好 那你为什么这个选A 因为我觉得那个 我是看它那个 就是圆圆的那个梗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心的地方 感觉B是比较就是 粗 看起来好像比较老 对 比较老 然后感觉好像就是有虫咬过 或者是比较营养没有那么好 那这样会不会是因为没有下药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就是没有下药 没有下一些不该下的药 对啊 就是那样子 所以才没有下药 我觉得这样才是好的 好 那所以你觉得A 所以我觉得B是好 你选A 你是选A 我以为一面A一面B 我是要选B的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五毒農药 是不是太多了 五毒農药 我以为是一面A一面 A像自己 人们现在做两支 好不好 让陈寅真有钱 一次做两支 对 对 对 所以你要选的是B 对 我选的是B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家里有菜园的No哥 别这么说 对 No教授 我记得好像那个芯 选细一点的 然后就是那个叶子包着的时候 最好那个玉米须压 已经有跑出来的 真的喔 对 那表示那个玉米已经成熟 比较熟 对 已经成熟了 而且重点是如果你那个 玉米芯比较粗 反正玉米粒会比较薄 就没有那么饱满 那如果稀一点 它里面玉米粒就比较薄水 想得真的很有道理的感觉 真的耶 我有道理喔 像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那如果是那个没有皮 跟须压可以挑 就是外面那种煮好的那种 已经煮好了 对 怎么挑 不知道老演是不是他是在 专门在喂鸽子 飼料玉米 所以咧 就庆菜贝贝喔 就没有 尽量你买那个 外面那个叶子包裹 还是完整的 你讲的是生的 我讲的是 人家不是都有那种盐水质 对 就是质好的 那个就没办法 好 来问一下红糖选B 因为我平常去买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看它 就是整个完整度 我通常会捏捏看 我觉得满硬的 那应该就是好的 因为吃起来是Q的 对 可是 你是指生的还是熟的 生的 因为通常生的 你看到里面 它都外面有那个包覆起来 所以我通常都会捏捏看 我会觉得是Q的 硬的 我觉得那是好的 可是这两张图 我真的看不出来 因为它是拍在底部 那我怎么判断 是因为我觉得B 虽然看起来有点破破的 比较丑 丑丑 可是我觉得那说不定 就是因为没有撒一些 有毒的农药 所以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那我觉得A 它旁边的叶子 好像有点松脱的迹象 A看起来好像泡过水或什么 看起来 感觉脉上 骗人家会比较好 对 你看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大家现在都很怕 对 还故意要挑丑的 对 不晓得怎么挑了 今天是一个进阶版的 我们请秋香老师 来帮我们公布答案 到底哪一个品质比较好 果然家里有果颜的人 比较厉害 谢谢 好厉害 好 那我们现场 来请秋香老师 来教我们怎么挑 好 那我们先来解答 刚刚那两张图片 刚刚就是这两根 对 真的在这里 那个图片 好 那当然它 你这样看起来 它会觉得说 它这个梗子就比较细 其实呢 其实它的梗子是比较粗的 你看它的梗这么细 对 只是它外面有一些叶子 那我们呢 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在挑的时候 一定要挑绿色 越起油越新鲜 像有一些你看看 很白 这个就第二天 第三天了 这个 像一个礼拜 这根是一个礼拜的 最少一个礼拜的 好白的 已经脱水了 那这个都是比较新鲜的 像这种会比较新鲜的 对 那当然它在卖在超市的话 一样都没有人会要 大概就是切开 但是基本上来讲 叶子一定要绿 然后呢 这个头的地方就比较小 它的肉就会比较厚 然后一定要 然后你看 像你看 这种就是说 我很新鲜的玉米 其实我在剥的时候 都有水分 你可以摸得到水分 里面都有水分 真的喔 对 是 有没有 对耶 很有湿润的水分 真的 玉米的水分都还在 玉米跟竹笋一样 它隔了两天 隔了三天 隔了四天 它的品质就越来越差 而且越来越老 对 因为我曾经买过玉米 那个老板就跟我说 玉米你放越久 它的糖分会越来越少 对 就会越来越不甜 是 所以越新鲜的越好吃 外面在卖玉米 就当天上来 对 好 那这一根你看 它相对的就是说 它的一个 它里面也是漂亮 但是它的酌心 对 它的酌心就很厚 所以它的粒就很薄 对 你看这两个 米就很薄 这个米就会比较厚实一点 每一根都好 保水度很够 对 是 就比较厚实一点 很饱满 但是那两根其实都是新鲜 基本上来讲 它会比它稍微久一点 所以它会比较干 对 好 那这个其实新鲜度 就由外壳来看看 老师那刚刚我们No教授讲说 玉米确实要 那个酌要冒出来是比较好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酌冒越多的话 就是熟了 熟了一定 而且还要黑 它冒出来 如果是这个颜色的话 它就不够熟 所以基本上来讲 一定都要熬 它就是代表 你可以采收 是 那我们一般就是玉米 很多人就说这个玉米 有放荣药在上面 所以它荣药会跑到梗子里面去 好 我今天把它这个当是一棵 玉米的一个树好了 对 大概在长五六叶的时候 他们会把那个有一种药 就放在那个玉米的 整棵玉米的芯的中间 然后呢 那玉米呢 它是 它是一根一根 是长在这个地方的 那我们怎么洗不掉了 所以它其实就是要 让它长玉米碎的时候 来 不会有虫 不会掉下来 虫不敢打药 是 但是呢 只能撑到它长玉米碎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接下来像这样子 解果子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喷农药 好 那跟农药 但是它还看气候 因为你燕冷的时候 蟲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猖狂 所以可能就是两个礼拜十天 但是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蟲子比较多 就是一个礼拜要配一次农药 那一个礼拜配一次农药的时候 来 就会像你看 憲哥你看 这一个就是会比较 有没有 这已经就是 开始有这样子了 就是开始说 这农药过去了 你要开始还买汤奶 那它才知道 所以反而架子的 我们很放心 因为它基本上 如果说你买的完全都没有一些 太漂亮了 对 那就是它时间过 蟹蟹就把它沾下去 那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过度使用农药 那像这一个就是卖很久了 卖很久 虽然它是有一些有虫会咬 虽然它是没有农药 可是你卖很久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它都是布袋 完全没有冰 对 在卖玉米的 尤其是在一些夜市 或者是小台湾在卖玉米的 对 口玉米 它都是一大堆 靠在那裡 然后扑一扑就丢进去 那这一根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根的玉米就比较不熟 为什么 因为它刚刚的 越黑的越多 它的是咖啡色 所以它这一根的玉米就不够熟 好 你看看 是不是 真的 还有一节它还没有熟 还没有熟 所以这个玉米如果煮起来就很嫩 就是很嫩 就会咬不到肉 就是很嫩 它是伯母就对了 对 它几乎就是说 它其实如果说 我们也二十岁最漂亮的话 它大概只有十五岁 十四岁 等它长好这一颗也很漂亮 你看它在每一颗也好饱满 是 所以挑一米就这样挑 好 那我们了解了 谢谢邱香老师 那请问一下营养师 是 刚刚我们挑的是菜市场的 我们会担心农药的问题 不过像亚兰都到有机的商店去买 那些有机的 照理来讲 就不用担心农药的问题 其实还是要跟观众朋友 稍微提醒一下 有机商店卖的不见得 全部都是有机的 对 它可能 对 号称有机 但是它不见得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机 对 而且其实要达到有机的标准 其实真的很难 非常难 可是那如果写无毒呢 有的是不要有机 有些是安全蔬菜 什么叫安全蔬菜 就是它在采收之后 它会放一阵子 然后那个农药分解 那个叫安全蔬菜 它还是有用农药 但有机的它指的是 包括你的种子 包括你的土壤 对 耕种的过程中 还有采收过程中 还有施肥的东西 对 全部都是无毒 就是无毒没有用农药 那才叫做有机 所以要分别 所以如果真的买不到真的有机 那其实安全蔬菜也是OK的 但是怕的就是很多消费者 自以为自己买到有机的 就是 对 就是会有一些的 那这有机店开干嘛呢 其实就是怕的是说 他以为自己是有机的 结果清洗就不注意 对 就反而吃进去更多农药 对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像之前有 市面上有一个新的一个品种 就是叫水果玉米 对 吃起来 对 吃起来就很像水果那种香甜 台湾的水果玉米 我真的觉得好驕傲 对 但是品质就是称之很不齐 所以其实在购买回来的时候 清洗还是很重要 如果买回来的玉米 其实稍微 如果要放的话 可以放个几天 放冰箱 其实就可以让农药稍微分解一下 对 然后等到拿出来的时候 先浸泡三到五分钟 然后再用流水清洗法 你先用水汆烫一下 日米如果我们要丢火锅 我可以先煮过再丢火锅就没了 那如果说像小朋友喜欢 就是大家过年都煮一根一根的 吃整支的 直接这样整支吃的话 你的水的量就多一点 对 然后来煮好的水就不要了 也不用特别加盐巴 像有些人会有迷思说什么 要不要加盐巴去煮 不用 就是水量大 然后来去煮 然后就可以了 了解 是的 就是我们在煮的时候 就不要盖盖子 记得把脆油烟机打开 好 那接下来还要考验 大家的是什么呢 杰琳 是的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黄豆 黄豆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尤其是豆制品 它的营养价值更比黄豆来得高 那接下来就要讲到就是豆皮 豆皮也是常常我们火锅一定要吃到的 但是要考大家 这两个A跟B的豆皮 你们会怎么挑选呢 可以看到上面小小提示 就它们的颜色好像不太一样 皱褶也不太一样 皱褶也不同 对 就跟女人眼尾的纹路一般 每个人的纹路都不一样 肤色也不同 对 好 大家现在慢慢地思考 那我们先来请问一下营养师 一般来讲豆制品的营养很高 大家都知道 那为什么豆制品它的吸收 会比黄豆来得快 对 其实豆制品 应该是说黄豆 它就是像 是种在地上的肉 应该蛋白质的来源 但是一般来讲 黄豆的话 它的吸收率是不高的 大概 它在体内的吸收率 大概只有65%左右 对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大家有吃过黄豆 吃多都知道会怎么样 脏气 不消化不良 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些 难消化的膳食纤维 所以导致它吸收率会比较低 但是如果你拿新鲜的黄豆 去做成豆制品 夹控的豆制品 或者在烹煮之后 它的吸收率就会提高了 对 举例来讲 以大家最常喝的豆浆 它的吸收率就可以提高到 从65%到85% 那豆腐吸收率更高 大概92%到96% 所以就可以知道 其实黄豆 如果你吃了真的容易脏气 或不舒服 其实可以改变 选择 可以选一些豆制品 其实它的吸收率 会是比较高的 我们要赶快来考考 我们三位来宾 这两个豆皮 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好的 是的 来 三位 请举牌 这也是吃火锅 常常会用到的 对 好好吃喔 好 雅兰选A 基本上我选A 因为它的颜色 稍微比较深一点 因为我觉得B的感觉很像 是泡过类似那种 像豆芽菜 人家不是会泡过那种漂白 让它颜色变得比较漂亮 比较饱满 对 它烹焙 卖相就会比较好 雅兰你本身是喜欢吃豆皮的人吗 基本上我喜欢吃 但我也吃得不多 因为我就怕不会买 不会挑 而且你知道 有时候这种豆皮 如果你买回家 没有保存好 很容易凶凶 对 就是黏黏的 通常黏黏的 我就不敢吃了 豆皮是很容易坏 对 好 诺哥选的是B 它的豆皮颜色 其实比较接近 原来豆子颜色 对 A反而比较深 对 是不是有加一些天 对 我跟它刚好相反 对 你觉得那个 有人会加深 然后让它卖相更不好吗 卖相不好 不会啊 看起来颜色比较漂亮鲜艳 而且其实B的皱则很均匀 A会不会比较有一些不规则的皱纹 不规则 对 是不是NO叫皱纹 而且B太碰陪 选B好 坚持 好 坚持 那红糖呢 我其实看法跟NO哥蛮像的 因为我之前买一些卤的豆干 然后我通常会挑 颜色卤得越深 然后越漂亮的越好吃 对 然后我买回去之后 有时候一打开 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呛鼻 因为发现就很多化学的加工味道 真的 然后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这也太明显了吧 豆干会这样 因为有的卤豆干 它不是用真的酱油去卤 它只是加了颜色 跟调出来的 所以颜色 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 然后闻起来就有那种 但 豆皮跟豆干不一样 真的吗 因为我把这个 所以你说要挑的是B 因为我把这道理 一样灌输在豆皮上 那我想说 那是不是要挑的颜色 比较接近黄豆的颜色 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选B 我觉得红糖今天来上我们节目 非常好 我们又拯救了一条生命 对 对不对 一条 一条 小姑的生命 好 那我们赶快请秋香老师 来公布答案 其实我们的最好品质是 A的豆皮 对 对 我们再教大家怎么挑豆皮 好好不好 好 这两个一闻起来它的香味 就差很多了 真的 这个完全没有豆的香味 对 这个呢 为什么它会那么白 第一个 如果说 它真的用黄豆做的 但是它颜色会很白 有就是有一个可能就是它 大量的做 然后是冷冻了以后 解冻以后颜色会变白 是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做好了以后 就是喷那个药水 好 让它不要变色 喷药水 不要那么快腐败的 不要 那还有呢 我今天其实问了一个就是 做这个豆皮的一个老师傅 她说 也有可能是用假的粉去调出来的 假的粉 然后再一些假的粉 因为有的外面在卖 一片才可能才十来块 对 那像这个两片就是110 真的 两片110 但是它很大片 也超太多 很大片 现在就大片 但是大片 对 但是对 我跟你讲 像我们自己在家里煮豆浆就知道 对 头儿越滚起来 就很香 对 一片又一片又一片 老师你刚刚讲味道 这个闻起来就是浓浓的豆浆的味道 是 这个闻起来就是淡淡的 然后有一点不自然的味道 是 那到后面的地方 就是它可能会越来越不能成型 所以它就会加一些东西下去 想办法让它凝固 是 那像这种 我们大部分在吃火锅店的时候 都会像这种 我觉得我们好像 常常比较接触到 它的口感吃起来不一样 它的口感 它是煮的就很糯糯了 但是这个是Q的口感 是 所以这个就比较担心的 就是一个黄虎剂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为了让豆子类的东西 就很容易会坏掉 如果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它拿来吻 因为你拿了那个手 就是细菌就下去 下一个人买了就很糟糕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用夹子夹起来 其实你可以就是看颜色去判断 还有另外就是 你可以比如说 你可以请它拿一个塑胶手套给你 你闻看看这样子 那基本上来讲 我还是建议 像买这些东西是在店里面 它放在冰箱里面的东西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放冰一下 就为了让它保鲜 我可以在外面从早上 它可能就是三点多就做好了 是 从三点多卖到中午 十二点多还没坏 那你也要担心 对 因为其实豆皮很容易都酸掉了 是 它会坏掉 对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学家营养师 我们都知道这个豆制品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但是前阵子我们看到很多的豆制品 都染上了工业用的染料 二甲饥 那这个豆皮里面 会不会也染这样的一个二甲饥 那如果二甲饥养吃多了以后 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伤害 憲哥刚刚讲这二甲饥养 它是化学的一个染剂 主要就是像刚刚 大家在选那个AB的时候 不是都看那个颜色了 对 主要就是因为它可以让豆制品 看起来比较黄 比较鲜艳 那很多人都会视觉 就会觉得是要选这种 看起来比较新鲜 但是其实可能就加了二甲饥养 二甲饥养其实不论是国内或国外 都是禁用的 对 都是禁用 我们只是没有验出来而已 都是禁用 为什么 主要有两个原因 所以动物实验发现对老鼠来说 它有 而至于说第二个危险就是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发现 台湾的小朋友过敏的一个问题 这么严重 可能也是跟这些 不该加的这些化学的添加物有关 二甲饥养也发现 对于过敏性的体质 有诱发过敏发生的一个危险 所以其实无论国内 国外 这个都是禁用的 大家从小到大 不知道吃了多少豆干了 对不对 一定都有种 而且你有时候在外面 真的很难避免 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吃 它很多那种豆干丝有没有 对 拌芹菜 凉拌的 你说凉拌的 好好吃喔 小孩小时候最爱就是吃那么多 可是那凉拌豆干丝都超级白的 你们有感觉吗 有 都是白的 可是以前有感觉怎么这么白 但没想过为什么这么白 对 没想这么多 可是都吃这么多了 对啊 所以红糖也很喜欢吃豆豬饼 其实那个是用苏打粉去烫过的 烫过 因为它本身也是有黄黄的 但是它有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不可思议就是 它既然是豆制品 为什么可以不用冰 都不会坏掉 对啊 对 然后它其实那么白是因为它本身就很硬 所以你在煮的时候 你就是必须苏打水 果内就把它泡进去 对 再把它拿起来 它就会变比较白 比较嫩这样子 对 所以也有就是白 但是安全的这样 它就是苏打粉 对 其实如果加了小苏打下去 其实就没有营养了 就没有营养了 就纯粹是吃开心的 但对身体不会造成伤害 过量还是会 那请营养师告诉我们 如果说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毒害的话 要怎么做 其实最主要我们人体排毒的三大管道就是 所以就是很多其实都是水溶性的 所以就是我们多喝一点水 刺激我们排尿 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 还有就是飞水溶性的就是排便 所以你膳食纤维要吃得够多 来刺激我们排便 还有适度的运动排汗 很多重金属都是由汗水排出来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毒素太多 防不胜防 平常日常生活中 我们多做这些该排毒的一个管道 多注意的话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一再提到豆制品 其实如果你有自己相信的一些店家 就是常常去跟他买 就不要不用担心 但是有时候如果新的店家 你不太知道的话 很简单 你买回来的时候 拿出一片或一片豆皮或豆干 你放一下 就像刚刚邱翔老师讲 你放了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甚至更长发现 奇怪 怎么都不会坏 奇怪 怎么味道都不会变 都没有酸掉的话 那就可能代表这一家 可能他加了很多不该加的东西 就稍微 好 接下来 还要考验大家的是什么绝点 接下来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就是香菇 那要考大家 这两个香菇A跟B分别 这个格是比较细长的 对 这是比较粗短的 那哪一个是品质比较好的香菇呢 好 这个香菇 其实到了过年时间 总是就是价格不断地往上攀升 所以到底要怎么挑 才可以挑到品质真正好的香菇呢 来 请三位帮我举牌 好难喔 玉米的逻辑 通常我们去底化间买香菇 是会测试它的硬度 硬度 硬度 就是它如果是 不是 不是 通常好的香菇 它一定要够干燥 如果不够干燥 它会扑扑 就会软软的 那代表它已经接触空气 已经软化了 所以它很容易发霉 很容易变 没有吃的就是新鲜的 吃的不一样 对 干香菇就一定要很干 就是一波就像饼干一样 没关系啦 你们就看红糖 你就看红糖选什么 你就选另外一个 我就选相反就对了 好 红糖你选什么 好 来 三位请取牌 还拖 还拖 我没有偷看 我刚刚没有偷看 2B1A 先来问一下雅兰 你刚刚已经讲过了嘛 干香菇就是选脆的嘛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是 因为A 它感觉就是比较干燥 所以比较干燥 它整个纹路是有缩的 可是B 它是没有那么干燥 所以它的纹路是 还有很多的水分在那边 所以一定是A会比较好 如果是以干货来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拯救的小灵魂 为什么选B呢 我吗 对啊 根本来要不然拯救我 我就不会说 我是大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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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刚刚刚上两题 打错之后 就没有信心 所以我就是 单纯从卖相来看 卖相 所以是挑好看的选就对了 对啊 因为B看起来就是 好像刚刚摘下来 水分还很充足的时候 然后漂漂亮亮 看起来也很饱满 所以我想说说不定是B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 就是非常有生活常识 就是有No教授支撑的No科 我怎么觉得 老祖先的这个经验 是不会做的 对 买香菇 因为男生比较少 但是几乎都是跟家里的长辈 跟妈妈 对 对 逢年过节 去什么南北货的地方 对 妈妈都说 这个香菇 对 越大越好 对 对 要选更大越的 甘的也是一样吗 对 它就尽量选 比较饱满 然后一支雨伞 越完整越漂亮 甘的也是一样 香菇越大越贵 越大越贵 它就跟鲍鱼的一样意思 但这照片看得出来哪一个 比较大吗 没有 因为B 因为B你看 它这样是背面有没有 它的纹路这样比较整 对 好 那请秋香老师来公布答案 好 我们的品质比较好的是B B B 你妈妈的话就没错了 真的 妈妈最后选香菇 好 那怎么挑 我们请秋香老师来教我们 怎么挑 是 我跟你讲 这香菇的蒂头如果比较小的话 它的厚度就会比较棒 对 香气也会比较不足 是 它根部比较粗的话 它这个整个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那也许 因为其实它是干燥了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样子 这个是不是蘸到一些 重量 所以它的根部 好的香菇是非常香的 你的泡好了以后 你的根部就拿起来就熬汤 非常的香 不要浪费 是 那像这个香菇 这一朵跟这个都是 粗朵香菇 什么叫粗朵 就是它开始摘瘦的第一次 第一次是最漂亮 养分最足的 所以它的香气 闻看看 香气非常的容易 它是粗朵香菇 对 它是粗朵香菇 粗朵 粗朵 因为它是菌种 第一朵 那个菌 你摘完之后 它还同一个地方 所以比如说十公分 然后再来就八公分 越来越细 那我今天买的 好浓和味道 我跟你讲 我今天买的这个香菇 是我特别去挑的 当然观众朋友 不需要像我这么啰嗦 因为我今天买这个 真的是找到 我们用的是 蜂树 蜂树 蜂叶那种蜂树 不同的树木 长出来的蜂树 会有一些用是桂岩树 长出来的香菇 它就很香 然后这种香菇 其实你要炒米粉的话 两口就够了 炒米粉 炒米粉 这香味都够了 不需要放很多 而且这种香菇 比较不容易会蛀掉 放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蛀掉 好 那这种香菇也是不错 都是台湾的香菇 刚才憲哥 真的我想不到 这个蓝冷实在是超级厉害 他之前知道说 那个菇的那个饼 剪的 就是剪掉的 就是都是大陆进口的 台湾的香菇会流饼 大陆进口香菇 都是没有饼的 是 台湾的习惯都会流饼 那大陆 大陆他们那一边 都认为那个饼不要 大家也认为说 会增加重量 所以他们饼的 剪得很低很低 甚至有一些 几乎都没有饼 是 那大陆的香菇 也有可能就是说 有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说 它有泡过药 所以你换很久 它都不会呼吸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有泡过药 所以不是 这边不是很黄 就是超级白 那我这个都不是 我们这都是台湾的香菇 所以当你看到 这个底部的地方很黄 非常黄 像金针的颜色 那个黄 或者是雪白的 都不要买 这个都是 这个都不是自然的颜色 像这种就比较自然 这个都很自然 那这个颜色 其实跟它 就是它一样是台湾香菇 但是它也很香 那它为什么比较黄呢 因为这是今天买的 这个就是大概 两个月前买的 有点氧化 是 老师 那我有一个问题 像香菇要怎么保存 它是要冰冰箱 还是放室温就可以了 打开了以后 你用 如果说你有那个很密的密封盒 就不需要放冰箱 可是如果你找不到 那么密的密封盒 就一定要放冰箱 老师 那我也有问题 像干香菇 我永远不知道它打开之后 到底它可以放多久 有时候我们放一年了 还在吃 放一年了其实太久了 那到底会 干香菇可以放多久 你只要就是闻的时候 不会有臭铺鼻 它是可以吃的 它都还是可以吃的 风味 香气不见 而且如果这会发现 你的香菇如果受潮的话 其实放在烤箱里面烤一下 也可以就是让它水分可以 就是 让它再冰箱 我之前香菇保存 我就想说反正买回来 为了保鲜 就是全部丢冰箱 对 那以前我们都会用那种夹链袋 对 然后直接放在夹链袋里面 就直接放在 你有没有习惯就是像这种比较 可能你偶尔会用的东西 你都会放在门边 比较不会塞到里面去 对 所以会放在门边 那冰箱你这样一直开开 关关 开开关关 因为它有水气 忽冷忽热 忽冷忽热 里面就臭铺 而且会发霉 发霉喔 因为那个夹链袋 其实它很容易会轻到 它就练了 那你在冰箱里面 反而更多的细菌 对 真的 好 那我们先谢谢邱姜老师 各位要请问一下营养师 我们知道香菇是越干燥越好 不过在保存的过程里面 我们听到很多来宾都讲过 就是说很难保存 那很难保存 你就放在冰箱里面 那中间只要一受潮 只要一花霉 而且香菇因为它的颜色 花霉又看不到 那花霉吃下去以后 对身体的影响就很大 那怎么办 其实主要就是霉菌 就是它的霉菌 其实霉菌吃到身体里面的话 对我们的肝肾其实都是一个附带 是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真的保存是很重要的 如果真的 有时候买太大包 我们就分装放冷冻库 每次要用的时候 拿下来要用的 就像亚兰刚刚讲的 不要解冻又冷冻 解冻又冷冻 这样其实就很容易发霉 因为温度一直在改变 家里人口就算没有太多 有时候它东西可能都是一大包 所以你必须要保存好 我觉得还蛮重要 不然你有时候放可能没多久 就要丢掉了 就都浪费了 亚兰说得非常地重要 因为其实如何保存食材 也是就是我们挑选了好食材 回家如果不懂得保存 也是浪费 对不对 所以亚兰平常就说 像之前已经有过那种 发霉的经验 后来用什么方法保存 你知道 而且我跟你讲 保鲜盒一定要挑 我觉得保鲜盒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想想看家家户户 有谁家不需要保鲜盒 没错 可是我告诉你 一般的保鲜盒 你可能觉得我东西放进去 扣起来 它就已经保鲜了吗 No 真的没有 你来教我们 我这个超强 超厉害的人 真的不骗你 好 这个还可以玩游戏 很有趣 对啊 做保鲜盒真的很有趣 比如说你看 像我们一般的保鲜盒 它是不是只有表面 都是平的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 它厉害的就在 它还可以真空 你有没有听过真空 像我们牛排 我们去买牛排 它是不是都一块一块 全部都真空包 这样子的话 肉质的鲜美 比较可以被保存 没错 其实操作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把它放上去 有沒有 然后轻轻的就这样拉 没有用力 没有 完全没有 然后当它表面陷下去之后 就代表它OK了 对 这样它就可以达到真空状态 空气已经被你冲出来了 对 然后 要怎么把那个气放掉 我跟你说 要怎么放气 打开就放掉了不是吗 更有趣 只要一触一按 你听 真的有声音 有气的声音 一气就跑进去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我再做一个实验给你看 好 我们用这个 然后我们直接 我有带那个绿茶 绿茶 对 很有趣 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淹一些酱瓜 对 然后我们酱瓜不是都会有一些汤汁 可是你又很怕那个汤汁会流出来 对 一定会 除了保存食物之外 这样冰箱也不会搞脏是不是 没错 而且我跟你讲 它真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会让你的食物不会变质 而且你的腌的那个酱瓜 它会更容易入味 超厉害 好强 然后你看 我就把它扣起来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然后直接放上去 压压压压压压压 不用很大的力量 不用 轻轻的 不用 很轻松 然后它下去这样就完成了 不要太用力太过度 它会拉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会觉得那个气 有点就是回抽的感觉就可以了 抽不到的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 我把它打开 它是完全不会流出来 然后你看我们直接把它按 一按 有没有 好玩喔 然后它就可以打开了 可是我就是有一个重点 因为你知道吗 像你知道我家家乎乎乎 花在那个保鲜盒上面 真的不知道花多少钱 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这个边 买到不好的 容易发霉 所以发霉就不能要了 而且不好清洗 不是不能要 我跟你讲 这个都要每天洗 洗不掉 我不敢用 对 因为你用完之后 就洗一边 可是一般我们的胶条 是不是很难拿得下来 可是它这个超厉害的 不是很难拿得下来 是拿不下来 可以 我试过 就是用叉子一直在那边挖 挖坏的 但这个很厉害 它符合人体工学 它留了一个指头的缝给你 所以你直接这样子 拉起来 它就起来了 是 然后洗完之后 你再把它轻地压回去 洗完之后等它弄干之后 再压回去 它就不会发霉 对 就不会发霉 所以这是一定要清洗的 我们家里买的那个 可以拿起来洗 洗完装不回去 对 因为它就松掉了 被你拉起来松掉 所以你硬着把它 硬着把它拉就拉坏了 我是不是装错了 大小装错了 结果在那边装半天 它很厉害的是 它连这一颗 都可以全部取下来洗 蟹腋 对 蟹腋好它可以完全 因为这个也很容易脏 如果你是腌肉的话 这个一定会脏 我觉得它好强 它就那么轻轻的 小心很好 而且你刚刚那一个 已经变成泡沫绿茶了 对 没错 而且我觉得它更棒的是 因为我们现在很需要 就是对身体健康 重点是它有通过SGS 所以你不怕它有可能 会释放一些什么甲醇 或者是释放一些那种 塑化剂之类的 完全都不会 它有经过认证 对 而且像它有很多尺寸 像这种 我就会拿来放一些蔬菜 因为你里面没有空气之后 它不会氧化 所以青菜会很翠绿 对 真的 然后像我有时候冷冻 我会把它 譬如说肉 你有时候买绞肉 很多 对不对 你就把它分成一坨一坨 这样子 然后你要用的时候 直接挖一坨起来用就好了 再把它放回冰箱 所以它如果要把它气抽出来 只能用这一支 我跟你说 如果你在外面 可能没有带这一支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 用手也可以 用手也可以 徒手也可以 你就直接这样压 压 你有没有听到空气的声音 有 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 像这一支一样 压得这么压 对 但是你可以用手这样压 压压 那我如果放在这样用嘴巴 这样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你想试试吗 你试试看 对 你试试看 好 然后你可能觉得 是不是没有线下去 这样它有把空气抽出来吗 对 还是有 但是没有办法抽得很完全 憲哥 你听声音 还是有 还是有 所以你可以用手直接这样按压 对 好棒喔 我再教大家一个伯母 为什么你们家里的保鲜盒 对 完全会刮 有刮痕 而且脏脏就就了 对 常常痕 那每一个都有刮痕 对 一定会有刮痕 对 常常 那你都用什么洗 用那个就是洗碗的海盐 台北瓜 对 我跟你讲不能用张卤 用张卤 用张卤会全部都刮花 对 所以刮花它上面就会卡污垢 卡污垢就会有细菌 对 一定要用 而且这样怕那个 就有毒素会放出来 对 一定会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木浆棉 它叫木浆棉 如果你用海绵也不行 因为海绵会洗不干净 我以为海绵已经看起来很软了 不想它 海绵不软 你看喔 这个更软 它这是完全 而且摸起来像纸 对 就纸木浆棉 所以你在洗的时候 它是完全不会刮花你的保鲜盒 所以保鲜盒就可以有很久 是 对 好厉害喔 不错 当然 这一定有的 台台真的很会吃姜 真的一定要的 因为食材要新鲜 也不能浪费 对 好 那我们请问一下营养师 像这种保鲜盒要选择的时候 有哪些重点要特别提 其实像刚刚亚兰提到很重点 就是清洗的部分 对 拆洗 那这样清洗得干净 才不会有黴菌的一个滋生 还有就是一定要强调就是 如果你常常保存的是一些 比较偏油的一些食材 最好还是用玻璃的 如果你是用一些 保存一些蔬果 没有油的 那你就可以用塑胶的 然后有刮痕 有变色 或者有任何裂缝 其实都要丢弃 不要再重复使用 那过年到了 我想很多人都会 大量的一个采买很多的食物 当采买的时候 注意它的新鲜度 但是也要注意你保存的方法 没错 如果你保存的方法不对的话 再怎么新鲜的食物 可能一天两天就坏了 那坏了就不能吃了 所以我们今天 因为过年的关系 我们特别请萱萱老师 来教我们 怎么把很好吃的食材 变成很美味的餐点 老师 你今天要教我们的 健康料理是什么料理 好啦 过年怎么买那么多东西 那你大一大肉就是 年三十以后 初一开始就吃清淡一点 没错 而且老师每次来 我们都有口福 是 但是我的清淡味 清淡的非常的有味道 非常的不清淡 非常的清淡 好啦 这里面就是 刚刚的那些香菇 很香的香菇 我老师特别去找的 樟木香菇 是 是 樟木香菇 樟木香菇 就是那个枫树的 那种枫树 对 好 现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些白菜 对 好 都没有一滴油 对 完全我们的调味 这个瓣壳的好大瓣 而且你看我们 我们买的瓣壳 是 我的瓣壳 没有那个疙瓣壳的 对 疙瓣壹的 疙瓣壳的话 就是它有的去洗 就是它脏了 然后洗 鹽酸 對 它黑不緊 它是平面的 老師 你不知道 我現在去買菜跟柯南一樣 菜商看到我都有一點緊張 對 趕快把它抽著 趕快先收起來對不對 因為老師有在教我學的宣證 不用蓋 我們就給它丟著 那它這個蛤蜊很快就會開了 那這裡面我們過年的時候 像剛剛亞蘭介紹的那個盒子 我超心動的 對 所以這個是香菜 這個是香菜 那剛剛我們放在那邊 它整個就會就是 會軟掉 軟掉 如果你把它洗了以後有一點水 你即使我軟掉了 我把它放到那個保鮮盒裡面 兩 三個鐘頭 它一樣是生龍活虎 對 現在的 一模一樣 跟現在的 它會整個塌掉了又站起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蒜的那個 就是一個比較硬的 就梗的部分 放進去 然後這些就當蔬菜 這是芹菜 芹菜 那我連芹菜葉子都有了 好了 這個就把它當紅薄 就當紅薄啦 當紅薄 對 茄紅薯 是 好 茄紅薯 老師你這一碗豆皮就要多少錢 220 220 每次半碗都賺110 真的 好 但是呢 季妹妹我跟你說 現在這邊還沒有茄紅薯 是 為什麼 因為少了油脂 油脂 對不對 好了 茄紅薯來囉 就在這裡 這個 來 你看看這個是 好漂亮的 很漂亮的五花肉 請大家注意 我們吃火鍋 千萬不要再用高湯火鍋好不好 然後真的是會 真的會讓你肥死了 而且呢 那些就是不好的一些布林 還有 油脂太高 對 好 那那個是最後加 豆皮要下去了 豆皮下來 你看這個豆皮 我最愛的豆皮 這種豆皮是煮的不會爛 是QQ的 那我們有問題的豆皮 下鍋了就爛了 是 這裡兩包 可是我跟你說 它這豆皮 它可以煮 就是煮比較久 然後呢 它整個豆香會在鍋子裡面 所以如果你加了豆皮 你不需要加 不需要再加豆腐 因為它整鍋煮起來 就很像那個豆漿 豆漿鍋 還原豆漿的那個味道 老闆 你幫我弄一個 醬油加生辣椒嗎 那其實你看 它只要滾起來 這個肉 只要熟了就可以了 來 那為什麼要這麼多的青菜呢 因為其實過年的時候 要多吃一點青菜 而且像那個芹菜啦 這些蒜啦 香菜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抗氧化物 當你的零嘴吃太多的時候 請你就利用這樣子 跟明華講的 一些高纖維的東西 好啦 現在已經滾了 大家就可以開始開動了 你看 搶搶滾 老師你不知道 我們這些慘鬼 早就唾意 一直在滿口分泌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我這一碗怎麼沒有豆皮啊 我這裡有 我這裡有 豆皮 對 他那邊大概20 然後就80 在憲哥那裡 一片 其實這一口20塊的豆皮 你看我這青菜裡面 有蒜 有青蔥 有青菜 下去整鍋的香氣就上來 對 那你就加鹽巴 好Q喔 而且老師的那個芹菜 咬下去還有水分 在蛇公這樣 蛇根炸開 對 它這個芹菜 就是要用一種 雞公的芹菜 就是大公的 越大公的 對 很好吃喔 這豆皮好香喔 非常香喔 非常香 味道好濕 是 你剛剛吃到那110的豆皮 要講話啊 我覺得應該有150的感覺 真的喔 就是一片150的感覺 太香了 而且這個酒煮不爛耶 這個也是在東北市場附近 那太好了 好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講啊 當你除夕跟初一大吃大喝之後呢 你一定會想要來上這一鍋 所以今天老師教的這一鍋 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學起來 是 謝謝秋香老師 好幸福喔 減肥呢 這個經驗人人都有 但是減肥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嘴饞 好想要吃零食 到底該怎麼辦呢 如果這樣女生不吃零食 真的是比登天還難 所以今天在這裡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超棒的好消息 你可以吃零食喔 但是你必須要選擇適合的零食 是什麼呢 就是低調味的魷魚絲 因為呢 它本身少糖 少鹽 而且呢 魷魚絲可以讓你不停地咀嚼 那如果我們很多咀嚼的動作的話呢 就可以促進我們的唾液的分泌 可以提升我們的消化酵素去作用喔 最重要的是啊 因為魷魚呢 它本身這個蛋白質的含量很高 但是呢 它的脂肪又很低 又有很多好的脂肪 所以呢 可以讓我們有降低脂肪 但是有保護大腦的作用 所以說是不是很棒啊 又可以幫我們解嘴饞 然後又可以讓我們有非常好的減肥效果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粉絲 粉絲 P